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千花台上如摄纳佛 三句境界难得闻 经于无量聚之节 如诵受词亦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如说修行者更难 请放掌 梵网经菩萨戒本会节奖励 各位居士大家午安 请放掌 请翻开课本讲义 课本讲义 第五百六十四月 第五百六十四月 第九行 第九行 我们上次讲到梵网经 第三十六清罪 不发世界 前段的智力四月 讲到了十大院 讲了上半段的五个十大院 今天来看到六到十 这后面五个大院 六折找到没 这第六条院 第六个大院 就是说到 愿我 就是我们 发心的菩萨 获得了正法制以后 因为在第五个大院 已经讲过正法制 现在就是第六者 就是跟着第五个大院之后 在正德或者是说获得了 获得正法制以后 得到这种常住实相的智慧 还要发愿以无皮厌的心 要来为众生来说法法 要像孔子一样 教人不倦 毁人不倦 毁人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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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就是教導,利就是利益,顯示法義給眾生,進一步再教導眾生,利益了眾生, 使令眾生生起歡喜心,然後真正的開悟理解, 當中十項的道理,這叫做釋教利息,皆令開啟, 再過來看到第七大願,前面六個大願都有智利跟利他, 的功德,後面也是一樣有智利利他的功德,前面的六個大願, 比較偏向於有相形的一個發願,後面的七八九,就比較偏向於無相秤性的一種發願, 或者說前面的一到六,比較偏向世俗的菩提心,那七八九個大願,就漸漸的是要脫離世俗的菩提心, 進一到聖意地的一個菩提心去,有這樣子的意思,這樣懂嗎? 我們看到第七大願,說到願我能夠開解諸眾生以, 第六大願已經能夠成功,有這樣子的功德之後,還要繼續發願,用佛的神力, 也就是進一步在趁著佛的威神力,來普遍地到十方無勝於的世界, 就是每一個世界都要去的意思,然後去供養諸佛,聽受,就是聽其他世界的佛, 當然,本地的佛也要聽了,然後尚求佛道下化眾生,廣泛地射受眾生, 就好像我們阿彌陀經裡面的修行方式也是這樣子,對不對? 一大早就拿著很多花,去供養他方世界,聽諸佛說法,中午回來再來犯食經行,是不是? 但是,這個大聖法都是如此,你在哪個世界都應該有這樣子的修行? 第八者呢,就是第八個大願,到了其他諸佛所受的正法之後呢,然後再接受正法, 這樣子呢,就有這個智力的一些正量,然後再立他的繼續來隨順眾生的這個根性, 來轉這個清淨,來轉這個清淨的法輪, 那就是說呢,佛在說法的時候,都還要發願清淨沒有過失,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隨順地來隨順眾生的根性,來轉清淨的法輪,來教導眾生的意思啦。 那十方世界一切的眾生,聽了我的法之後呢,或者聽聞到我的名字後呢,就會捨去捨離一切的這些煩惱跟障礙, 使他們呢,使他們呢,都能夠發起菩提心,來未來能夠成佛,或者說一起成佛。 這是第八個乘性的發願,立他。 第九者,願我能夠實應眾生呢,來發成佛的菩提心以後, 將就是,將就是有扶持幫助的意思,也有保護的意思,也就是呢,我們恆常地來保護眾生,扶持眾生,使他們除去, 沒有利益的事情。 然後給予他們呢,無量的安樂, 乃至於,乃至於,乃至於讓眾生能夠捨除自己的身體性命。 叫做捨生命,當然財物也算了,捨生命財,三者呢,等等。 然後呢,這樣子的射受眾生以後,就可以承擔背負佛的正法。 也就是護送眾生呢,到像西方極惡世界一樣,使他們不對轉。 最後,再看到第十大願。 願نتimus 11.1 願我能賀富,能夠賀誕、揹負這個度化眾生、正法以後呢, 第九大願完成之後,還能夠怎樣呢? 我們雖然推行了正法的時候, 在推行正法的時候, 我們內心還要怎樣? 沒有執著我們所做的事情。 如同其他諸多的菩薩一樣, 他們行正法的時候, 無有執著,無所執著的情形, 而且也無所不行, 不會執著我們所做的, 而且什麼都要做, 也就是勇猛地去做, 如如蓮花不濁水, 易如日月不住空, 這樣子的道理。 做很多,但是不要執著, 不是沒有做事情。 為化眾生,為了度化、教化眾生, 我們菩薩也不會捨去以上諸多成佛的正願。 如此呢,是名發心菩薩十大願。 這樣才是叫做發了菩提心的菩薩的十種大願。 那此大願呢? 怎麼樣? 騙眾生界。 騙滿十方的世界。 也射受一切橫河沙的諸願。 也就是什麼願都要發, 只要跟菩提心有關的願都要發。 就像《華嚴經》講的幾種發願, 四十九還是很多願, 回去查一下。 任何一個動作, 上次也有提過啦。 發這個願呢? 每個人的發願情況不一樣, 因為所碰的境界不一樣。 譬如說,剛好你碰到你跌倒的時候, 我發願眾生都不要摔倒, 不要墮落,能夠發菩提心。 這是不是也跟菩提心有關啊? 對不對? 來自於像釋迦佛, 那時候釋到地獄的時候, 在受苦的時候, 熱鐵輪在頭頂上在那邊轉的時候, 就說,啊,眾生怎麼那麼苦。 因為不孝順, 所以墮落到這個地獄, 有這個熱鐵輪在那邊帶著, 那麼痛苦。 希望我要一直帶著它, 眾生都不要有不孝順的行為。 它這個熱鐵輪馬上掉下來。 像這樣的意思發願, 到那種定力,它真的也做得到。 然後呢, 願力也就抵過了我們的業力。 像這樣很多種解釋方式, 這個熱鐵輪的例子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釋。 不只是比喻而已, 真的是有這回事。 我們可以不斷地發願, 不只這十種願, 十種願只是總綱, 類似一個大綱一樣, 其他都可以發願。 甚至你在醫院裡面生病了很痛, 希望眾生不要那麼痛苦, 放下執著, 解除痛苦。 這也是啊,對不對? 所以若眾生盡, 我願乃盡。 這應該聽得懂。 像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的地藏菩薩的願。 類似這個意思。 而眾生時不可靜。 因為眾生也沒有窮靜的一天。 因為發菩薩,發菩提心, 你就是要跟眾生接觸。 這個世界都接觸完了, 就想辦法去找別的世界, 還有別的眾生。 就是有緣的眾生, 就要不斷地去接觸。 所以眾生。 所以, 因為我們又要發菩提心的菩薩, 他這個碰到的眾生也是不會停止的。 所以呢, 他這個大願, 我此大願, 也沒有窮靜的時候。 就是一直開這台車子, 開到成佛為止。 不只成佛為止, 成佛繼續開。 成佛是一個目標啦。 但是, 就好像這個無限大。 無限大是一個, 有一個目標。 但是, 你也有可能超過, 還繼續再做。 這個是數學上的問題, 我們就不在這邊討論。 再過來看到, 下一段, 持佛境界者。 這裡面, 就有藏書, 法藏菩薩的, 法藏大師。 華言中的法藏大師, 就講道, 逝者, 必顧之心。 為先發十大願。 這個持佛境界, 就是要以清淨的願力, 來開導, 來修行, 來執行。 說到, 先發十個大願。 這個大的菩提願, 前面介紹過了。 發願以後, 未來, 才能夠堅固的來, 直持佛的界。 總是要先定一個目標。 我們做事情就這樣子, 像孔子那個十五, 而至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等等。 這樣子階段性的。 所以也要有一個定下目標。 沒有定下目標, 我們做的就沒有實質的意義。 是要先發願, 然後堅持後, 來成佛, 堅持佛的戒律。 做事願, 或者是這個事呢, 除了事不事以外, 也可以有的版本, 是寫發事的事。 都可以。 這裡面, 在太賢大師的古蹟記, 有這麼說明。 說到, 發此十大願。 發起這幻網經裡面的十大願以後呢, 再往下再建立十三個寺願。 四言四願。 那, 偶主呢, 在合著裡面, 繼續在解釋這個發誓的誓。 誓是一種, 什麼叫必固自心呢? 就必定很堅固的心, 然後非常的勇猛, 自己來發誓。 自己來射箭。 這個也不是真的射箭, 這比喻啦。 就說你勇猛的來發誓,來射箭。 射箭是不是要很用力來拉開弓啊? 就是要花功夫去講、去做的意思。 射過箭應該有經驗吧? 那個箭很不好拉, 是不是? 你拉好, 有時候會彈到手很痛。 你去那個射箭廠, 那個運動博物館啊, 那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到, 那個都要有老師來教的。 那箭要注意安全, 是不是? 那個箭的鋼絲啊, 很容易會受傷的,要注意。 但是你非常的勇猛, 你把它拉開弓, 就可以把這支箭射出去。 乃至於練習久了, 就射得更準。 對不對? 願意到其前。 其餘不退。 就是, 其就是妖其啊。 將來不會退轉。 然後願意, 就是發願呢, 以這個誓言呢, 來引導我們修行的一個道路。 也就是在其前面。 導其前, 導其前, 就是道路在我們前面嘛, 是不是? 所以就導其前, 引導我們在前面。 那這裡面就解釋, 前面之前上個禮拜有提過啦, 發誓跟發願不一樣意思。 發誓要誓有一個言字邊對不對? 言的不守。 所以要用口誓出來。 發願是心裡面的一個行為。 發誓就比較表象化。 發誓以後呢, 那就可以驅使我們呢, 那就可以驅使我們呢, 往前走。 所以叫做, 事已驅其後, 願意倒其前。 發願, 可以引導我們往前。 那發誓的話呢, 就好像一根鞭子在後面, 趕著我們一樣。 鞭策我們一樣。 就會往前面跑。 誘。 誘者呢, 願以盡得修善, 當作這種力量。 當作是一種功能、功用。 這是約著修善來講。 願呢, 跟誓, 有這樣子的差別。 發願的話, 可以讓我們來修善。 發誓, 相反的是防範過非。 滅除我們的罪過。 有這樣子的功能。 功能不一樣。 這是偶遺道師最後的解釋。 接下來看到下一段戒文。 柯判是正式的來制定、建立我們的誓言。 把它分成兩大段,文比較長。 所以把它分成兩大段。 第一大段是戶戒的誓言。 就比較多。 然後第二段呢, 是有關於度化眾生的誓言。 分成兩種。 一種是戶戒, 保護戒法。 第二種呢, 是度眾生的這個發誓。 那兩種。 再過來, 保護戒的誓言呢, 我們知道三聚禁戒, 有律於戒跟, 戒戒律於跟, 戒跟律於, 兩種。 有保護這個, 我們的戒體的, 也有保護我們的六根, 對一個律於, 兩種不一樣。 有一種是保護戒法的, 一種是保護六根的, 兩大類。 那保護戒法方面, 再把它分為兩小部分。 就是對戒來, 第一部分是對著戒, 來立下, 對著佛所制的戒律, 來立下誓言。 第二個呢, 是對著供養, 來建立誓言。 首先第一段, 對著戒來發誓。 那因為有好像是十三條, 十二條, 下面都有一個記號, 有十二條發誓的文, 分別來解釋。 我們先對第一個發誓, 就是科判是立下火坑刀山的誓言。 我們簡單唸一下, 把戒文。 請合掌。 您以此身頭自然蒙火大坑刀山, 終不悔患三世諸佛的經律, 與一切女人做不敬恨。 翻到下一頁, 我們看到一集大師的解釋。 這很簡單嘛, 就是說寧可呢, 用我們的身體呢, 丟到這個火勢很大, 很旺盛的大火坑裡面, 或者是很銳利的刀, 做成的山, 這樣子高山。 終不悔患, 終究也不去悔患三世諸佛所制定的經律。 悔患哪一條啊? 就是一切女人跟一切女人做不敬恨。 就是跟男女交過的事情, 不要去做, 就是不要犯淫戒的意思。 那一集大師就這邊解釋, 是女靜易展。 佛所制的境界裡面, 當然很多, 不過呢, 淫戒是最容易沾斬的, 女眾的境界最容易沾斬。 所以呢, 可畏, 是在一個可畏懼的事情當中最厲害的。 我們熟人常常有一句話, 是在一個可畏懼的境界。 然後在立下以下的十二種大的誓願。 那其餘的佛界也是准造淫戒一樣。 寧死, 寧可死的也要辭佛界的意思。 只是比喻不一樣而已。 這樣懂嗎? 嗯, 說到呢, 寧以此身等者。 這個寧以此身頭、 自然門、火、大坑、刀山等等的這些。 這個文說的意思是要較量, 就是比较 来表示自己的坚固的一个志愿 然后呢 相对来建立我们这种坚固的一个誓言 底下呢 就分为四点来比较 有四点的差别 第一点 约着这个受伤的身体来讲 这个刀山火坑进入以后 因为不是去地狱啊 是不是 顶多只是伤害一旗的果报的身体 把它破坏掉 刀山火坑进去 还活得了吗 不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只有一起生命就结束了 可是女色就不是如此 因为她会伤害我们多生的身体 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 不是故事 就是这种经文常常提到的 我们在往生的时候 在投胎的时候 就是看到父母亲在交构 我们在投胎的 假如是看到母亲的正面 这讲的比较委婉一点 我们不要讲那么细啊 避免有的人在那边毁谤我们说 讲那么细 是不是在讲这个三级片啊 二级这样子的 就是说 讲的比较委婉一点 就是你面对 你面对母亲的身体的时候 你生下来就是男生 假如面对父亲的身体的 那一面的时候 感觉上 那相对就是 当然母亲就在背面 你就是跟母亲一样 变成一个女人 投胎为女人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男女交构的时候 就是我们投胎的时候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 都会 都还是要这样投胎的 你还是会看到的 只是你的看到的时候 我们的染心如何而已 染心越强 你就越不能够控制 你就没有选择 比较不会选择 我们假如父母亲交构的时候 我们要生投胎 我们的定力 愿力够的时候 不会那么斩择 知道要投胎了 但是怎样 你会找有缘的 对我们有利的 父母亲 再来投胎 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投胎 不择 有人交过就去了 不会这样子 你会选择 像佛菩萨他们的定力都很够 很深 就会选择父母亲 看到好多父母亲在那边 就会选择 选择投胎 要投哪里 就比较准确 没有这个悟投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还没有到达那个定力 就容易生错的地方了 随随便便就生下来了 不管他 有人在做爱 就过去了 没有看清楚 变成一只猪 就惨了 变成一只狗 很麻烦 要看清楚 定力的问题 所以这个 女色 对女众来讲就是男色 所以会伤害我们多生的身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发誓的情况 为什么不要对女众有爱然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就是 就是把 再讲一次 就是火坑刀山 是一种比喻 你要把它看成 这个在投胎的女色 是像火山一样 火坑或刀山 那么恐怖 像在到地狱一样 假如是 因为爱然女色以后 然后死了后 跑到 因为有造一些恶业 就要去地狱受苦 那就麻烦了 这是约着受伤的身体来说到发愿的情况 第二个约着火来讲 就是火啦刀这样子伤害的严重性来讲 就是在人类当中 这个刀杀火烤 这个还不是很严重的 这不是说不严重 这不是说不严重 这真的很痛 是不是 但是 但是跟三恶道的情况 三恶道去受门火刀割的情况 那种苦才是 真的很苦 难以计量 第三点 又此苦一时 就是受苦的时间来讲 我们在世间里面 万一被抓到刀杀门火 这样的苦 只是几分钟就烧死 被杀死了 可是呢 染 这个 因为破这个淫界 进入三恶道里面 地狱里面 就要承受多劫的时间 非常的长 所以时间长 是很痛 痛苦是更长的 所以他的苦 当然也是量来讲 也是比较大 对不对 第四点 对约着这个未来 投生的处所 来分别 就是说 我们好好的持佛戒 宁可死掉 被火烧死 最少呢 未来还能够投生到天上或人间 我们有持佛戒 万一 碰到了这个 去这个火山观光 坐直升 吉普小星掉进去了 像这样子 就掉到 岩浆里面 就走不出来了 但是只有一次而已 我们因为有持佛戒 所以烧死以后还能够升到天上 或是转到人间 因为我们有修缮法 但是假如是破了佛戒 有这个恶业 未来进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 那就很麻烦 所以叫命中入恶道 因为破戒 因为破戒的关系 就会 来世就掉到三恶道去 所以以此来较粮 我们宁可 县世掉到火坑 刀山去受苦 也不要去犯弗戒 那是这个意思 这个藏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 我们时间关系就 不讲 那么下一节课 讲快一点 休息一下 请大家翻开课本讲义 课本讲义 第五百六十六页 第五百六十六页 第八行 第八行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一个法杖大师 选手法杖的解释 说到宁可 进到火坑刀山 而不要来犯戒 那法尹 连池大师 在解释 说到呢 首先发誓 要远离遇然 远离遇然 的情况 就是有情的设身 出身 都是 刚刚有举过例了 就是有淫欲心 才会来投胎的 所以叫做 以身生于欲 那欲成于女 就是欲 与淫欲的心 怎么成就呢 就是在女众的身上 那男众想要跟女众交构 香港的女众想要跟男众交构 就是这种 色欲 这个身体 会引起我们去投胎 这是累劫以来的一个习性 所以呢 我们众生 俊 三点水 这个一个 瑞字 三点水就念俊 是不是 俊 所以呢 当作形容词 就是很深 很忧深的 这个 词子的意思 比喻很深 把它变成 副词化的动词 也可以 就是 进到这么深 的一个 恩爱的大海里面 我说深入这个大海 当作动词 也可以解释 非常的坚固 然后呢 这种 坚固的程度呢 会 这个 牢固于生死的 根本 对象 对象 假如 俊当作动词的话 那牢就是当作动词 那 假如解释上 当作副词 那这个牢的话 跟俊都要当副词 看你怎么解释 对象 语句不一样 语句不一样 恩爱海 像 恩爱海 非常的忧深 生死根本 非常的牢固 这样的解释也可以 把它动词化也可以 总之呢 像这样子的情况呢 没有超过于女色的情况 我们对在生死的三界打滚呢 没有过于女色的诱惑 所以佛陀呢 要我们那个 发誓 首先要发誓呢 来发起誓愿 来断除这个 欲念 梁蚁 诚然呢 梁蚁意思都一样 这个烧红的这个火炉呢 还有那个刀 什么 白刃 像很罪利的这个刀 他呢 会破坏我们的身体 只是一时之间而已 大不了一期的果报破坏了 可是这个女色呢 就如同花剑 跟蜜蜂 这个解释也很有 很多种解释方式 花剑 譬如说 这个剑装饰了很多的花 很庄严的花 好漂亮 射进的你都不会躲掉 这样子解释也可以 但是说 那个剑 万剑穿心 像一朵花一样 也是很恐怖 看你怎么解释都可以 那这个 蜜蜂 这个也要 其实要看典故啦 看经典是怎么解释的 这个蜜蜂 或者是道过来讲是蜂蜜 就是刀上的蜂蜜 因为有这个这样子的比喻 经典上有这样的比喻 刀上的蜂蜜很甜 但是呢 你回去舔它的话 他这个舌头都割断了 是不是 那个狗 看到那 或是猫什么的 你要去害那些动物 蘸蜂蜜给它 给它去舔 马上就割伤了 是不是 人也一样 但是也可以说是蜜 这是有典故的解释 那假如没有典故的解释的话 就是 也可以这么解释 那蜜蜂 你看那虎头蜂一来 这个 有一种 古代有一种刑法 就是 放在 把那个蜂蜜 把蜜蜂还是什么的 一种 让蜜蜂过来的 这个 还是蜂蜜的样子 插在你身上 那蜜蜂就过来了 然后这个 一直把你钉 把你绑起来 然后裸露这个肉在外面 给蜜蜂钉 也有这种刑法 是不是 这个也是很恐怖的 有毒嘛 那一根蜜蜂的 那一蜜蜂的刺 你还可以忍 有被虎头蜂钉过的人 应该有这个经验 钉到这个麻的药命 甚至会痛 那三刺的话 那更恐怖 几百刺那更恐怖 不是痒 整个就烂掉了 这个也会死人 这个也会死人 这个呢 我们就依照这个常见的这个蜂蜜 蜂蜂 蜂蜂 蜂蜜 所以就怎么样 我们以为没有关系 蜜蜂 蜂蜂 蜂蜂 就是那个花啦 蜂蜂 蛇头割断了 是不是 就被射死了 比喻呢 我们就会沉沦 被这样子的女色 这样吸引 像蜂蜜一样 花蜜一样 被她吸引 然后就会沉沦 埋没我们的法生会命 有万劫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那这样子比较苦中 虽然很痛苦 这个比较这个痛苦来讲 还是有差别的 痛苦当然也有重的 也有轻的差别 所以我们宁可呢 忍受这种鸿蜂 白刃烧身的苦 绝对不要跟女众做不敬恨 犯淫戒 犯邪淫戒 那我们呢 要发誓 誓愿呢 就有一种 期限 要求的期限 叫要期 而且是决定的 这种断绝的 所以要是要绝 是要绝 是要绝 绝 要就是要期 决定 断绝 非常的 極端到了极点 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用这样子的言语 这样子的言识 宁可呢 也不要犯 这样听得懂啊 宁可呢 穿 出了家 穿袈裟到死呢 也不要去犯淫戒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再来合住 再快时间了 合住就讲到呢 那偶一大师就引这个四分帝来讲说这个门火刀山 他的伤害只是友情的一起生命 可是跟女众行淫 就是行淫欲啊 就会沾染这种习性 未来就会堕到地狱当中 要来受无量劫的痛苦 那肩带的也会伤害到 有情的法身慧命 所以我们宁可要投刀山蒙火 绝对不要跟女众做这个不敬恨 非凡恨 福就是发语词啊 就算在家人来讲 在家居室呢 夫妻不要邪淫 男女居在室内里面 是正淫 没有犯戒 但是 如然是世间端正的法则 不要去找别人的夫妻 不要找人妻 人夫 所以呢 尚且要 在家人尚且要严守佛所讲的誓言 何况呢 这个有同性恋也是不可以的 下面就讲到说有的男子啊 对于这个没有男根的同性恋 这样也犯 这个就不要仔细讲了 应该都有经验 不是经验就是看过了 听到这些叙述了 这个也是违逆世间的道理 在古代的话也是这个同性恋要被处罚还是什么的 是不是 除了也算是一种邪淫 违逆世间的道理 你喜欢同性的 那这个就 没有这个 生儿育女 怎么传宗接待 所以 政府也是反对 只是现在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 现在的民主思想 知道有一些 状况会 有这些 有的人呢 生下来就有这种意念 是不是 这个 比较强烈一点的是 男女 那假如是他的内分泌不对 那就会比较 有这个同性恋的情况会发生 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一般来讲 古代是 这个 违逆世间的道理 扰乱人间的 倫常 这更不可以 不只不能邪淫 也不可以同性恋 这样懂吗 就是不能够 邪淫 邪淫除了这个 这个 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丈夫以外 同性恋也算 势集阿寒中 《四分律》乃至于阿寒经里面呢 佛因爲野火,就举了一个例子 佛就以这个因缘看到这个旷野当中 这个野火很自然的在焚烧 就为比丘来开示 说到以上诸多的誓言 有这样的叙述 当时根基成熟的人听到以后 就会警醒自己 马上就顿然断除心中的染祸 就增上了 这个烦恼就顿然的放下 这个除了见尸祸的见祸 我只放下这个淫欲心的这个私祸 也很快的就断除了 就正果了 没有正果的人在那个时候 《诗分律》里面这样讲说 根基未成熟的人心中尚有淫欲心 害怕佛讲的这种状况 这种犯淫欲心不除尘不可出 应该有听过 就害怕就没办法正果了 你怕犯戒 我不犯戒,忍不住我就捨戒,還俗去了 但是佛也沒有反對祂說出教就好好的斷 把你關在籠子裡面,手綁起來等等的方法 佛也不會這樣做 她說你想還俗就還俗吧 因為男眾可以還俗再出家,女眾也是可以 只是古代因緣的關係,男眾還俗再出家可以有七次 女眾只能一次 但事實上,只要是沙咪跟沙咪尼的話,沒有限制 你超過七次,只能沙咪尼 女眾超過一次,只能沙咪尼 或者說事差謀奈這樣子 可以 就能沙咪尼,就能沙咪尼 佛也就沒有制止 你還俗就還俗吧 成然是因為佛不想要這些人 因為他的道心當時還沒有很堅固 那就會破壞出家的法門 出家這種清淨的床項 因為還俗至少除家中都沒有人換戒 人家生團就比較清淨一點 不會到處有人在懺悔 懺悔這些小戒等等 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個議題 乃至於佛是有這種正道惡果的聖人呢? 他雖然他的賤貨我指也斷了 可是他這個欲戒的私貨還沒有斷 還有淫慾心 可能要好像站在天台的立場 這個九品的煩惱只斷了六品而已 所以他的淫慾心還沒有斷 這個慾念 慾戒的私貨還沒有斷 還有愛然的喜氣 所以將來還有可能會現行 所以怎麼樣 這個惡果的聖人 也有可能還俗再娶妻 四國的聖人就斷掉了 已經政爭了 斷掉愛玉了 可是俄國的聖人就還俗娶妻了 但是終究不算破戒 沒有破活戒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看不起那些還俗的這個聖人 不要說我沒辦法跟你共用啊 你這樣就還俗啊 將來你沒有給我做念 沒想要給我做念 找別人就好了 找別的法師來俗戀也可以啊 不要因為這個就起煩惱了 不要甚至看不起人家 他沒有破戒 還俗沒有破戒 他還可以再出家啊 他只是捨戒而已 那如法的捨戒 將來還可以出家 那如果出家身份的時候沒有捨戒 去犯了殺到淫妄四重戒 那這一生就終究不能成聖道 不能成為聖道的品類 所以說這一生就不能證過 不過如果不懺悔的話 就要把他滅病 離開生團 那有的懺悔的話 那有的懺悔的話 比去好像可以 有開源是說 降到沙咪 就是學法 學法沙咪 降一擠 但排在沙咪的最前面 還可以在生團裡面 只要懺悔的如法的話 還有這個資格 只是他的福利比較低一點而已 所以不要輕視那些還俗的 出家還俗不要去輕視他 這是我們中國 漢地才會有這種事情 在泰國你看 佛法興盛國家 他們幾乎很多人都出家過 因為他們有一條法律 你出家 你碰到當兵的年齡 你去出家兩年 可以抵算你的兵役 所以以前說好像是 有一位政界的高層人員 我們不要講名字了 他的兒子 跑到西馬來哈山 那時候 跑到那個藏教那邊去出家了 兩年後再回來 他也沒有當兵 因為他的政界高層 公子 公子哥 他的老爸很有力量 黨政要員 也沒有人去扯破這個東西 不過基本上就不要去輕視他們 還俗的 像 不要說因為 因為一些 我們的一些 政治理念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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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攻擊佛教 就不可以 這另外一個議題了 所以 而且我們何能忍心 對我們三世諸佛聖賢的這個床項 來做出這種 避露污秽不清淨的事情 所以叫做做此避諱 這樣解釋可以嗎 再過來看到最後一段 此事 這條誓言呢 主要是出家菩薩要完全的來發起 在家菩薩只有在邪淫的境界 來發誓就可以了 所以正乘不是居士所要斷的一個境界 所以 現在出家的菩薩 要大虛 自己 來審查 自己 來過失 倘若這個淫欲的習氣 原本就很輕 很淡薄 或是說 雖然有一點重 可是自己還能夠善巧來調適自己 那還是可以安心地處於生團裡面 就是還可以來吃這個出家人的飯 在生團裡面生活的意思 不要擔心 淫欲雖然我們沒有斷 乃至於沒有像惡果聖人那樣子 還是可以安心地住在生團 就是意思了 不要少去攀圓看 攀這個女眾的圓 便可以安然處在出家的生輪當中 假如煩惱的習氣強的話 不能自己調伏意志的話 那就趕快怎樣 捨戒 如法的捨戒 千萬不要破佛戒 以捨戒還俗 現在雖然是失去了比丘 或是沙咪的這個結位 那還是一個在家的菩薩 優菩社 那將來還是可以怎樣 在出家為沙咪乃至於比丘 但是假如出家的戒體破了 那這個菩薩戒 還有出家的比丘戒 沙咪戒乃至在家的優菩社戒 就會完全地都失去了 乃至於一日一夜的八關災戒 也不堪任再去受戒 而且呢都不可以 縱使我們說戒華上說透過這個敗燦 得見好象可以重受戒 有這個科就是方法 聽得懂嗎 有這個法子可以重新受戒 有這個法子可以重新受戒 我們要好好地想一想 要謹慎地走下去 謹慎地持佛戒 這個意思 看到第二條戒 對共立士 我們請合掌 復座誓願寧以熱鐵魔王千蟲周渣纏身 終不以破戒之身 受於信心談願 一切衣服 請放著 放到下一頁 這個意思就是說 父再做誓願 再來發這個願 當然是誓 其實指發誓的願 誓願 這個願不是普通 前面的這個十大願 是發誓的願 寧可用這個燃燒的鋼鐵做成的螺網 一千層 一層一層的 像在捕鳥的網子一樣 纏繞我們的身體 這個有沒有穿過鐵甲 鐵甲五四有沒有 很重對不對 那叫燒紅然後再穿上去 你根本穿得上去 黏住了 這個身體都燒掉了 很恐怖的 這有這種 這個看那個 這個電影啊 或是電視啊 演電視劇啊 那個都是 經過這個 角度來拍攝的 真的把那個鐵 鐵塊燒紅的 在監獄裡面 要逼供 拿那個鐵塊壓在身體 燒掉 那怎麼可能拍啊 不過真的是很痛 你不要說我們痛 你拿那個豬啊 以前那個豬都要打印有沒有 是不是 那個豬都抓住了 叫得要命 叫痛叫得要命 叫痛叫得要命 叮叮叫的 何況說這樣子燒 燒紅全部全身都包起來 很痛 這個身體燒掉了 比喻呢 像一個燒熱的一個網子 把身體都燒掉了 一層層包住這樣燒掉 大概痛 痛到最後就死掉了 終究不以破罪的 破戒的身體 來做不敬恨 然後呢 也就是破戒 破戒啦 或是除了犯淫戒以外 其他的戒也類似啦 不過主要是指示動戒 等一下會再強調 來接受信心 彈月施主的一切衣服 這裏面有三個意思 法障大師就說 這個 第一點 如此信心的不失 找到沒 是境界人壽 應該是 持精進佛界的人 才能夠接受 如果我們出了家破佛界 那等於是變成了偷盜 來受用 第二點 諸多的施主等等 因為他們相信佛的話 的緣故 然後呢 省之減用 減少捨去妻子的糧食 這樣子呢 為了要來修福報 拿來布施 現在出家的佛弟子 毀犯佛的境界 來接受居士的布施 那不是 等於又犯了什麼 妄語界 欺狂欺騙彈月 是不是 所以當 就是破壞的意思 破壞連累如來的 教化 所以叫當禮 如來 這樣聽得懂嗎 第三點 如來大慈 如來大慈悲 把自己白豪相的功德 分給我們這些受辭 要遺留教法的弟子 指的是出家人 使他們能夠獲得世事的供養 使他們能夠獲得世事的供養 怎麼容許我們出家種呢 餐就是受用 受用佛的福報 可是又去毀佛的戒法 所以在範王經就講過了 前面應該有提過 說這個 破戒的人 他沒有想 沒有權利去享受 享用 國王的一滴水 王土 國土 古代就是 國王的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當然 現在人是沒有 皇權的政策 思想當然不一樣 不能這樣解釋 古代就是這樣子的法律 比如說 跑到 穿越時空 到那個裡面 沒有民主 他會說 什麼叫民主 怎麼可能 古代人怎麼知道什麼叫民主 沒有 沒有享受 國土當中的一滴水的權利 因為鬼他有神通 他就會說 我們說 出家人是佛門東中的大盜賊 因為你破戒 因為你破戒 就沒有資格來享用 這個 生團的食物 那不就是偷盜嗎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寧可 我們寧可呢 接受熱鐵來禪生 也不要去破了戒 然後再去接受人家的布施 這是分成兩層 因為先有破活戒 再來接受布施 沒有破活戒 沒有破活戒 那就沒有下面布施的問題 後面還會提到 發誓 這個偶依大師 還有在解釋 不是說 那我們就不要吃了 出家以後 出家錢存多一點錢 出家之後 我們不要用生團的 我們自己出錢 不是這個意思 等下會解釋 對性 第二 再來看到這個 我們時間關係就直接消文 己惡對性失實 找到沒 就是對著信心不失的飲食 建立起這個鐵丸蒙火 這種事願 就是寧可 我們的嘴巴去吞 這個燒鐵的鐵丸 因為這個是食物嘛 寧可聽鐵丸 去吃這個鐵丸 這個意思 把它吞下去 然後怎樣 它或者是說 有廣大流動的蒙火 這個岩漿把它吞下去 這馬上死掉了對不對 經過百千劫 這種時間 這不是像地獄一樣嗎 這只是比喻 其實就是 強調說不要破戒的意思 寧可吞下熱鐵丸 那麼長的時間 那麼長的時間 也終究不以破戒的口 來使用這個信心彈樂 所不失的百味飲食 很快 我們看到第三 第三 就是寫一個事 就是第四條事願 這個副作事願 對著信心彈樂 對著信心的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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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起寧可躺在熱鐵的地上的一個事源 也不要躺在信心 也不要躺在信心彈樂給著這個床 布施的床 做這樣子的寺願 也就是 終究不要以破戒的身體 來接受彈樂信思百種的床鋪 或是座位的供養 這個很容易了解 不用解釋太細了 我們趕快看到第幾世 對信施藥 那信施也有供養我們的藥 我們就這樣想 對於信施所施的藥 我們要建立起這個寺願 什麼寺願呢? 就好像三百支 這個謀 念謀還是謀 謀是不是 查一下字典 這個好像漏茶 寫下來 受到這樣子的傷害 經過一節兩節 也不要去破戒 然後來接受彈樂信思的百味醫藥 就是對施主的施事供養 就是對施主的施事供養 的部分要這樣子想 要這樣子發誓 然後 再來 來集武 對著信施防射 我們就要怎樣觀想呢? 要建立起這個投熱鐵貨的誓願 就是寧可把身體丟到燒熱的鐵貨 貨就是鍋子的意思 鍋子裡面 是熱水還是熱油啊 都可以了 這裡沒有仔細切 就是很熱的一個地方 裡面的溶劑是 是油還是水 不一定 只要很熱就對了 丟進去 一定死掉了 一定痛死了 經過百千節那麼長的時間 也不要用破戒的身體 來接受信心彈樂 種種的房舍、烏宅、圓林、田地的供養 這裡面廉池大師也有講到 說到 世事供養 衣服、飲食、握具、衣藥 還有別的供養也算 末代還有房舍跟田園 初期的話 因為在沙門團的時候 那個時代 這個 這個 什麼叫 印度教 古代印度教 他們也是 不住在房子裡面 佛在修的時候 也是沒有住房子 在樹下坐 跟著這樣做 直到後來慢慢的 就有國王要供養 因為有的人的暴體 因為那麼好 就不好修 所以就有房舍的供養 房舍田園 信心彈樂 所以這樣供養我們的原因 是因為要來祈求福報 讓我們出家人沒有慈戒的得賀 何以堪受這樣子的供養呢? 所以佛就施設這種很深重的侍願 要我們出家人自己來防患我們的戒體 守護我們的戒體 另外 另外也查到 廉史大師也查到 引用這個大寶基金 第八十九卷 找到沒 我們講到這裡了 五百六十九頁 道首第三行 找到沒 有 這個大寶基金就說到 佛告訴 加設尊者 說到我們寧可用這個燒熱的鐵片 來做成衣服貼在身上 而不移 用不可移 這樣來解釋 這個可 有的經 經本是念習 可 不可以 不以意思一樣 這個是編排的問題 每個版本 明代、宋代 古代的經典 大藏經典 高黎藏經典 不一樣 寫法不一樣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不要用這個破戒的身體 穿著袈裟 來破戒 去 寧可 來吞 燒熱的鐵丸 而不去吃 寧可吃鐵丸 不要吃菜 不要去吃飯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你真的要去吃 不要用 因為破戒再去吃 破戒的嘴 再去吃 別人信心的布施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用意 正此意 放到下一頁 合著 也有這樣子解釋 信心彈樂的布施 本來是為了要供養修道的人 現在修道人破戒的來接受供養 這個苦報 必定很劇烈 所以 這裡面 發誓不破佛界 佛陀不是 要我們發誓 不破 不去接受供養 不去接受供養 而是發誓不要 破活界的意思 這樣懂嗎 你可以去吃 不是發誓不要吃 是發誓不要破戒 重點是這樣子 因為到了這個 偶依大師的時代 這個 很多 世界人 毀謗佛教 非常嚴重 越來越多了 所以 有時候說 地獄門前生道多 一貫道也這樣子 就講 出家人 佛教徒 或是說 道教的 一貫道他們就誹謗佛教官道教 所以他們就強調這一點 在解釋說 你們佛教就這樣講 地獄門前生道多 不是嗎 他沒有把整句子來解釋 斷章取義 告訴我們不要斷章取義 所以佛是要我們不要破戒 發誓不要破戒 不是發誓不要吃 這樣懂嗎 強調這一點 所以有的人講說 信心居施主的供養是難以消化 是不是 我們這樣在 為了要 為了要 成就道業 所以要 接受這個食物 我們有這樣子 武功的時候 臨災疑的時候 會有這個誓言 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是說 我們就不要去吃 自己要 要 去經營 這個為生的事業 佛沒有叫這個 我們把這段講完 佛不是叫我們 我們自己要去營生 不要吃信心彈月的 而是怎麼樣 不要 甚至呢 不思為這個 飲水 腳踏的土地 這個都 難道不是 我們就是要 不可以這樣子 不思 不去想這個水 還有這個我們 國王的土地 這樣子的供養 因為人家明代 還沒有民主思想 是不是 所以這個地就是國王的 是不是 除非你當國王 這地就是你的 你可以取全力 你敢這樣做 要叛變 你叛變成功 那就是你的 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地就是國王的 那沒有辦法 既然沒有辦法去補救破佛界的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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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為了不破佛界 但是你為了不破佛界 沒有補救佛界的過失 反而去延伸 我們不是有個邪命一條界 不可以邪命界 是不是 那不是又破界了 另外一條 不破界 然後就不吃 然後又犯到邪命 這樣子想 所以誠可悲也 誠就實在是 誠實在是可以令人悲嘆 在這個 做了一個 警戒的一個說明 下一次再來討論 第六 第七條 發誓的願 繼續 我們來看到 課本講義 課本講義 第五百七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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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行 剛剛講過了 對於戒律一方面 立下的誓言 第一個是對於戒來立誓 那後面講過的六種呢 五種 已經講了五種 就是對著供養來立誓 最後一個對著供養來立誓 是說什麼呢 說到對於信思的恭敬這件事情 要立下鐵錘 脆身的誓言 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念戒文了 直接消文 另外又來做一個誓願 發願 發誓 寧可用鐵錘把我們的身體 從頭到腳都打得粉碎 像圍城一樣 終究呢 終究呢 不要以破戒的身體 去接受彈樂信思 的恭敬禮拜 這裏面很白話吧 聽得懂嗎 主要是發誓不要破戒 不是發誓要不接受禮拜 除膽沒有 除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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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福報被人拿走了 當然 為了要表示恭敬 提起正念 佛前 人家在拜的時候 或者你接受人家拜的時候,一定要穿袈裟,至少有五一或七一啦。 像那個有的法師,都有去受這個南傳戒,然後就可以有南傳戒的衣服,要怎麼抄衣啊,南傳戒的衣服要怎麼捲啊,跟這個我們中漢地的這個袈裟不一樣,有時候他出門就,就把這個, 所謂的袈裟就穿在身上,然後也很方便,不像我們這個漢地的這個袈裟,沒有做好,讓他折到了是不是,要用運斗去燙平,他那是可以折的,可以捲起來的,也很方便,不怕做到的皺紋,有皺紋沒關係,他本來就是有皺紋嘛,是吧? 所以就隨時出去的時候,像親和尚他就是出去的時候,就穿著這個南傳的這個七衣,就捲起來,或是七衣還九衣,就捲起來就對了,可以坐下來的,不會坐到有皺紋沒關係的,比較方便, 因為臨時有人拜,就拜我有皺紋,你在拜我的皺紋,是不是? 不是拜我這樣子的念頭 所以,就發誓呢,接受禮拜,不要害怕,沒有犯戒,犯小戒,有去懺悔清靜了,接受人家拜是應該的,出家人的就是有這個身份,所以不要發誓,不是接受人家拜, 等一下不要拜,我佛像還沒擺好,我的架衫還沒有穿好,當然是出門方便戴好,比較如法一點的,但是不是說不可以拜 這個是大家要清楚,出家人的戒法都是,他們有這個出家就有戒體在,有資格接受禮拜的,不要再去在那邊想空想腮,說這個佛尚是不是如法? 我們出去外面供養托波,中國人對脫波好像不可以喔,當然是盡量防止這種過失,防止假出家人,對不對? 但是不要防到最後這樣子,連這個脫波的這種頭頭形,我們後面一條機會講到,也把它破壞掉了,不可以脫波,奇怪啦,是不是? 就是頭頭頭形啊,為什麼不能脫波? 然後再來,對戒律不夠了解,對佛教史不夠了解,就產生一些錯誤的思想 那要知道它的意義意義,我們做這個事情,脫波,另外一個議題我們就不提了 就是說我們不是佛陀強調不是我們不能接受在家人的禮拜,而是發誓不要破戒的意思,這樣懂嗎? 然後因為我們戒法有虧欠的話不清淨,有時候還沒有懺悔清淨,說等一下,因為我犯某一條戒,我時間來不及,還沒有去懺悔,還不夠清淨,跟你拜好像不太好意思 不可以這樣講,絕對不可以這樣講,這家家居士也不可以懷疑 你就是要,祂就拜你這個身體,拜你這個清淨的床向,要這樣想 有時候,有時候反而就是怕人擺殺,尾聲低下,還回首,回禮 這樣就破壞了佛陀制的界 反而不是說破戒,就是說破壞佛的,我們出家人的什麼,盜鋒 有什麼聲隔,有沒有聽過? 就破壞聲隔,你有那個隔掉出來,不可以怕人拜 既然出了家,天神就可以禮拜你了 有時候我們慚愧是慚愧,自己向佛懺悔就好了 那怕自己呢,這個恭敬禮拜,怕這個我們有虧欠 所以反而才去拜天神,出家人,在家人他們在拜拜 這個拿香擦一下,我們說供養不是禮拜,可以拿香供養天神 拜的話是在家人拜,出家人中尊,或是出家人,在當中尊的時候 你敲法器當然是沒有機會去拜,對不對? 當時你當中尊,不可以拜,就算你沒有敲法器,也不可以跟著在家人一起拜 這就是佛有規定的,不是出家人傲慢 在家人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甚至呢,恭敬禮拜白衣,也不可以 因為這樣子的造作,就沒辦法補救自己破戒的 除了沒有辦法補救自己破戒的過失 更會拜壞出家人的儀式 出家是仁天的師範 所以不應該出家人去拜白衣,不可以了 回禮也不行了 這是佛所制的,不是出家人傲慢 佛就這樣規定的,我們要注意 所以這種愚痴的行為我們不要去做 這個是偶藝大師的一個說明 再過來我們看到下面這五條的發誓 就一起來解釋 偶藝大師就把它一起來解釋 解釋前面四個跟育魚的戒 第一條,對四好色 就是對眼界呢 我們眼睛呢 去看好的顏色 這件事情來建立熱鐵挑目的一個試願 也就是說 我們直接消聞 寧可百千熱鐵的刀子 或是武器的矛 矛還是矛 矛 矛 來挑我們的兩個眼睛 終究不要以破戒的心 去看美好的色相 眼睛不要亂看 第二條四言 對聽好聲 找到沒有 就是對著耳朵這樣聽好聲 好音聲 我們要建立起 尖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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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釋耳朵的試願 這個瓦爾朵要小心 今天用棉花棒 以前我們都不曉得 沒有注意 就用瓦爾朵的竹子 還好 用鐵的比較耐用 銅的比較耐用 刮傷了 細菌跑進去了 就麻煩 刮耳朵 你要想到像 刺耳朵的刺耳朵 我們耳朵的試願 寧可讓他來這樣子做 這個禪就像我們 就像說我們木工有沒有 造佛像 三義那邊的佛像 要慢慢地敲 用工具 把木頭 鑽個洞 做出一個耳朵來 佛的耳朵來 裡面還要做一個洞 就像在鑽洞一樣 在打耳朵一樣 這個耳朵 即使這樣子 被這種器材 電鑽 來鑽耳朵 經過一節兩節 這麼長的時間 終究不要破戒 然後去用耳朵去聽好的聲音 重點還是 歐一大叔講的 不要破戒 而不是叫你不要去聽 第三點 陳山對秀珠香 另外在法源說 歷千刀 更正 千刃割筆 這個 因為科判要對葬 所以說四個字 四個字 千刃割筆 千錐殘耳 這樣子寫法 四個字 要對葬 這樣才有文字的用 寧可用百千個刀刃 這種銳利的刀子 把鼻子割下來 終不要以破戒的西音 去秀諸多的香味 這個 也有用供養 用香來供養 是不是 香供養 不是嗎 災生的時候 都碰過 香供養 有什麼供養 食供養等等 共佛也共香 為什麼這個香 因為香味有時候可以治病 譬如說在經典上有講過 有一位比丘生病 他的師長就叫他去聞蓮花的香 去治病 香是可以治病的 類似這個意思 只是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解釋 本來就是叫 治病啊 可是他聞了以後覺得說 怎麼這麼香 他沒有想到他在治病 所以這個花使人就來 跑出來 不是罵他 來講他 怎麼這樣子 有這種 蓮花池的池神 還是花神 就來責備比丘了 這樣子就是等於偷盜 蓮花的香 所以不是說不可以聞 而是必要破戒了 對 對 對食味 對吃的味道 要立下簽證 斷舌的誓言 翻到下一頁 就是說 寧可呢 千 百千種 銳利的刀子 來割斷我們的舌頭 這樣子的情況 終不要破戒 以破戒的心 去染灼 去吃 去食人 百味 清淨的飲食 偶義大師 就把這幾個 解釋 只解釋到這一條 百味淨食 說到 不要用破戒的嘴巴 去接受人家的供養飲食 是這樣子來說的 這個破戒的心 是一種偏邪的心 來貪灼滋味來講 我們應當知道 這個 我們出家人 修道人 貪灼味道 那就是 吃下去以後 覺得好吃 還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就不對 這個 不要去沾染味道 不要去染灼 吃了就吃了 不要去染灼這個味道 是這個意思 這樣子就是 這裡 這邊所講的這個破戒的心 這樣懂嗎 就跟前面那個 聞那個蓮花香的那個 比丘 他為了治病 可是他是在欣賞這個香味 而不是在治病 那心就不對了 這裡面也是一樣 吃東西的時候 不是要欣賞 好吃的飯菜 而是在 在消化 滋養我們的身心 是這個意思 類似這個意思 最後一個 觸覺來講 讓我們身體有好的觸覺 這個時候 就要建立起立正展身的試願 像比如說去按摩有沒有 生病 按摩師有沒有 就用膚色 或是把身體按摩 對不對 就很舒服 是不是 有這種觸覺 這時候也不可以貪展 我們皮膚很敏感 所以我們就去給人家按摩 要找男的按摩師 不然的話 男女的皮膚接觸 會有邪念會生 所以去按摩店 這個 這個 的時候 或是說治病的時候 盡量是男醫生來做比較好 但是扎針到無妨 那個護士來打針 那也不會怎麼按摩 拿針扮的刺 痛都來不及來 還要欣賞這個觸摸 對不對 那就無妨了 盡量不要有動壞念頭就對了 就是寧可以這個銳利的斧頭 來斬斷 來砍我們的身體 破壞我們的身體 終不以破戒之心來推動身體 去穿著好的觸覺 比如說男眾摸女眾的身體 女眾摸男眾的身體 都不可以 所以就不要去動 護士來打針的時候 這個 又觀想了 這個是真的要來刺你的 不要把它想成女眾 他是醫療行為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心 這另外一回事 觀想的問題 所以 何柱 就講過了 何柱這裡說到 約著五根 以上呢 五種的 這個絕獸 顏耳鼻舌 顏耳鼻舌 醋 五 顏耳鼻舌生 五根呢 就當作是我們的 為政 就是政府也可以 我們說根成事 有沒有 這個義根就相當於我們的事 義根 對著這個 社臣 要在 第六義式來發號施令 當作主導 施令我們的五根 去攀圓五成的境界的時候 不要有這個 不好的念頭 破戒的心 這是這種 這是 合著的解釋 那 發癮 這個蓮池大師 也有講到 這個六根染成 知道到沒有 我們眾生的六根去染 沾染 六成的境界的時候 會好像這個元侯到了樹林一樣 就非常的這個 如魚得水一樣 一根 一根一根的樹 攀來攀去 非常快樂 這時候 假如自己 沒有立下重大的誓願 來自立 說自己站起來也可以 就是自立自強也可以 立下誓願 然後 自立自強 實在也是很難 沒有立下誓言 實在是很困難的 沒有發重誓 能夠守住心念 就不容易 就藉著發誓 來守住心念 這個意思 這樣懂嗎 所以 是固物約 這所有的東西 就用這個固物體 利用物品 刀子 槍毛 或是它的材質 是燒熱的鋼鐵 或是數量上很多 這樣子來觀想 我們遭受的痛苦 是達到了極點 怎麼 可以來比喻呢 這痛苦的這個極致 怎麼比喻呢 虎可允欲 如何來比喻呢 所以就是要 利用來 這種強大的痛苦來比喻 的意思 懂嗎 那 不要用這個破戒的心 不恰當偏邪的心 去看美好的顏色等等 總之呢 以此要心 就是 約著這個心呢 意和 如何的勇猛 而激烈 如何的勇猛 如何的勇猛 激烈 要用這種心 來 比喻 是這個意思 對於 鼻子 耳朵 舌頭 身體等等 這些五根 也是如此的 要約 除了對於顏色的比喻 要 像刀毛在刺我們眼睛一樣 這是比喻 對於其他的比喻也是一樣 只是都是很嚴重的 很痛的 這樣子來看待他的意思 這是一種觀想 這種發誓 的一種修行 好 以上是 對於這個 跟律於的這個發誓 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 試願的發誓 就是一種度眾生的 試願 說到附做試願 再來做這樣子的發誓 要使另一切的眾生 完全都可以 完全的都可以得到 成佛的這個 的這個 的目標 也就是完全 得以成佛 都要成佛的意思 要發這個 眾生皆成佛的意思 這樣懂嗎 延遲大師在這裡解釋說 以上的前面十二個願 都是智力 度自己的智力 智力的願 現在這個度眾生的願 是立他的願 這樣懂嗎 那這個 十一個智力的願 跟第十二個智力 自立他的願 都具足的時候 就能夠成就 無上正絕的佛果 那假如我們菩薩 沒有發 這個第十二個願 來回向一切眾生 當然也包括自己 那前面的十二條諸多的誓願 就只是成就 就只是成就人天的福報 或是成就二聖的小果而已 在這裡做一個問答 說到願生成佛 找到沒 當然這是一種非常 發願眾生 發誓眾生 要成佛 是一種非常慈悲 的一種心態 相比較之下 前面諸多的門火 熱鐵等等的 這些勇猛的發誓 怎麼會是一種誓願呢 再講一次 就是我們比較前面諸多門火 熱鐵的這種勇猛的發誓 這些比喻 比較之下 這個言語的這個境界 言詞的境界 在意理上好像不太相同 是不同類的 這個前面十一種是油猛的 後面這個比較柔軟的 怎麼差這麼多呢 就有這樣子的問答 怎麼會發誓願呢 怎麼差別這麼大呢 這裡面就回答說到 若非失智決心 假如不是像這個一根劍 這樣子的發誓 來建立我們的志向 思智決心 像劍一樣的一個決心 何因由 何因何由 何因何由能夠 來廣泛的來度化群品的眾生呢 眾生也不是乖乖的在那邊受度 接受我們的度化 他也會讓我們起煩惱 他也會讓我們起煩惱 擾亂我們的身心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有發願在 支持著自己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像地藏王菩薩一樣 這個再苦呢 我們也要度化眾生 就算他不聽你的 你也要找機會 發願將來要度他 就跟佛也一樣 碰到這個不能度的人 就說我跟他沒有緣 所以度不了他 但是他還要再發願說 來誓再來度他 這樣子的願 就跟地藏王菩薩一樣 地獄未空 未空 事不成佛 這樣子 勇猛的激烈 那這是如何的勇猛的激烈呢 這個決心 是廣度群品 不是慈悲而已 也是很勇猛的 雖然前面是很勇猛 那個火在燒 到山火海我都要去 很勇猛 很勇敢 但是度化眾生 難道不勇敢嗎 是不是 你不要聽你的 你都要想辦法 喔 也是要發勇猛心 是不是 想辦法要度他 所以說也是很勇猛的意思 是這樣解釋 懂嗎 怎麼說他不是一個誓願呢 他還是一個誓願 而且也非常勇猛 是不是 最後我們看到 違至結犯 而菩薩 若不發誓願者 犯勤勾罪 最後就是說到 假如菩薩沒有發這樣子的誓 就犯了輕勾罪 沒有發這種自利利他的誓願 就犯罪啦 這裡面就做了一個問答 好啊 這個是從發言 廉恥大師的文字 他做一個問答說 願多期望之餘 找到沒 就是發願的話 大多有期望未來的一種 語句 廉恥 廉恥當中 這一類的呢 都有類似於詛咒的言語 這樣聽得懂嗎 這個詩啊 非常類似於在舊爪 這個不是 舊爪是發誓 台語的舊爪 但是這個詛咒是 是咒詛 好像 咒詛好像比較嚴重一點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咒詛呢 的話 好像咒人要說 不得好死 好像罵人 這個 這種 詛咒詛的言語 是要在修行上 要來 離開三界的這種 勇猛的這種心 的一種言辭啊 怎麼會動不動就說 我寧可跑到地獄去受苦 那不是詛咒我們要到地獄去受苦嗎 就有人這樣子發問啊 不曉得是不是那個時代 明朝的時候 明初的時候 有人這樣說 他就做了這樣子的發問 跟回答的一個記錄 記載 不知道 那 歐益大師 不是 廉詞大師 就這樣子發誓 就這樣回答 說 這個立的誓願 是在發願當中 特別勇猛激烈的意思 那詛咒咒詛呢 他是生起怨恨當中 要來毒害對方的意思 才叫咒詛 不一樣的 不是在罵人 怎麼可以這樣子誤會 我們是在發善願 把他誤會成當作在 怨恨眾生 想要把他毒害眾生的意思呢 對不對 這個不要誤會了 我們是要用勇猛激烈的這個心 來發誓的 我們把他誤會成毒害友情 那意思就相差很遠了 詩之好理 差之千里 為什麼呢 因為世間有謀師 這是外道的 或者可能像一貫道 因為古代一貫道被禁止 可能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謀師 不是謀術師 是外道的意思 可是政府沒有認可的宗教 他們呢 教授有情 因為 古代因為是 你的心一貫道 要被抓起來的 判刑的 所以說你要發誓 不可以告訴別人 五斗米 你也不可以發誓告訴別人 你信五斗米這樣 不然的話你就會去下地獄 這種發願 發誓 所以你要有這種情況 這種外道呢 教授有情眾生 就剝下了魔的種子 因為要關閉 因為它是隱秘的宗教 對不對 所以要關閉大門 門窗 窗簾都要關起來 然後叫你要發出很凶狠的言語 來兼顧你的信根 假如你告訴別人 你就會去被車子撞死 這個是不可以 那你就要這樣子想 你就會害怕 他只是害怕你講出去 但是這樣不好 會立下惡劣的詛咒 用這種惡劣的詛咒來關閉外人的詢問 那要你終生都不可以講出去 所以終生遮蔽 故就是禁止 你要終生都不可以告訴別人 不然我們大家要被一起抓去關起來 他沒有這樣講 他應該說 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不然我們被關起來 他不這樣講 他說你這樣就會下地獄 這個太狠了 這樣子累結就會在我們的下意識就會跑到三界的牢籠當中 雖然他只是在叫你要 目的是叫你不要去洩露機密給別人 但是這種下意識 做夢都會想到這件事情 做惡夢不是很慘嗎 是不是 這反而不好 不對的行為 所以莫知能出三界 這樣就有這個 就沒辦法出離三界 實在令人可哀 令人哀哉 還可以再講一下 翻到下一頁 講到性遮惡業 跟犯相 犯罪的 慈犯的相狀 一起講 合著就說 這個性遮惡業只有遮業 沒有性業 你這樣講 國家不會判刑 這個遮業是防止我們要退心 退失佛道這樣子的心 所以佛弟子接觸外境的時候 我們不如理作義 來發起上面的誓言 就隨著每一件事情 就結一個過失 就是叫我們要 要隨時提起正念 你忘記發願 忘記的念頭 就結一個罪 結一個過失 不過放心 我們都在神團裡面都 有靈災疑 什麼的 都一步一步都按照規矩來做 不可能讓你失念 觸境不發 就是不足以作義的 所以叫隨時結過 這樣懂嗎 隨著一件事情 就結一個過 兩件事就結兩個過 這個前面都有提過 有靈災疑 再過來我們看到 這個 第五顆 七種料檢 再過來我們看到 說到 何祝 偶藝大師 說到 這件事情 只有出家五眾 要小心而已 有可能會犯到這個狀況 這十三條的誓願 自立立他的誓願 如果沒有發起的話 完全會違反 但是在家人沒有限制 所以在家人不會 因為他在家人為什麼不會犯呢 因為他沒有接受人家供養 所以不會犯 只要收射六根 這三類 還有度眾生的誓願 剛剛講過 那個根綠儀有沒有 第三類的這個 根綠儀的部分 要鎖好 還有最後一條 度眾生的誓願 這兩類的誓願 鎖好就可以了 再過來看到 第六顆 大小聖的相同 跟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裡面 我們就看 偶藝大師的合著的解釋 說到 把它分作五大顆 前面的自立這四顆 大小聖的寺院都是相同的 大小聖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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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暗語當中呢 慧信法師就說到呢 找到沒 有 護戒是一顆 就是保護戒這一個誓願 這一顆呢 總共有十二條誓願 剛開始要持佛戒 要遠離女眾 乃至於 乃至於要收射六根 這十二條 四願 在小聖的律障 或是小聖的阿涵經裡面 都有廣泛的說明 所以大小聖都同樣要來遵守 差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其他立他的願 就是小聖沒有立他的願 就是小聖沒有立他的願 所以就不制定第五顆 這個度眾生的誓願 最後一條誓願 就小聖沒有這個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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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懂嗎 這是偶義大師的解釋 另外 暗語又說到呢 偶義大師的合著 把上面十三條誓願 分成五大科 再把它總結一下 第一類就是淫慾心掌污的誓願 第二個誓願就是防射世世供養的誓願 第二類 第三類就是恭敬禮拜的誓願 應該可以翻回去大家看一下 這個對照 是天王� у нас 對信 ры 乃至於 對信세요 防射 這一類的誓願 這是一類 幾六呢,就是第三類 公敬禮拜的四願 後面的四個願 就是六根 言耳鼻舌 不是,言耳鼻舌身 這個四願 最後一類就是杜仲生的四願 這個是偶義大師的分類 分成這五顆 做一個總結 最後我們看到 看到第七顆開遮的部分 應該可以有要講完 開遮跟果報 第七顆開遮就是它的開源 有沒有開源 吳毅大師就說 不發誓就 絕對不行 所以疑只有遮掩 只有遮止沒有開源 一定要做的意思 因為不發 你不發誓願就會失去怎麼樣 決定不退轉的利益 但是反過來 誰發誰得 你有發願 你有發願 你就能夠得到 什麼利益 堅固禁區 就是堅固不退轉 而且禁區佛果的利益 所以隨著禁發起堅固的菩提心 趨向佛果 這樣子的利益 好 以上就把第36條戒 講完 剛好 時間到 下禮拜我們再來看 第37條戒 故入難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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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敬試願斷 法門無諒試院學 佛道無上試院成 佛道無上試院成 ナモアミドウ佛 ナモ阿ミド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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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